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一位 帥哥妹子好辣醫師團 疾病有時候真的超級失控 今天好辣醫師團 要來告訴大家 有哪些狀況讓人一遇到 就尷尬破表 好辣軍團們 又曾被哪些病症找上門呢 大家好 大家好 通常在生活當中 會遇到一些很尷尬的事 尷尬是 所以沒有囚事 但我等一下拿這牌子出來 你應該會不知道該怎麼解決它 不會吧 真的 我們討論主題是不是 對 我們討論的主題 我們都一千多集 哪也不能解決的問題 來 像這個 吃不了 怎麼辦 這個是說實在的 這種夫妻之間 也不要因為這種問題 就不去討論這個問題 因為到更年起 當然你可能要借出一些 某些東西 這個讓夫妻有達到 那種情境上的美感 就是更年期的問題 對 但我們今天要聊的是 另外一種 還是有一些是跟失不了 就是有其他症狀是有關係的 所以今天探討第一個主題 就是跟這個 不只是更年期 對 不只是更年期 有一個15歲的男病人 那他一開始 大腿的內側長了一些紅疹 覺得癢癢的 然後他就覺得說 好像是失疹 就拿家裡的那個 失疹藥膏擦 擦一擦 好像有好又沒有好 那他也不以為意 結果過一陣子他就發現說 他上體育課的時候 以前打籃球會大汗淋漓 全身都是汗 他發現他大腿 以前那個 像這個男生 國高中生 那個打籃球 那個已經全身都飆很臭 對 他發現他大腿竟然不會流汗 剛好就是那個 就過一陣子他就發現說 不只是大腿 他甚至是打其他球類的時候 他開始連 甚至最後連臉 頭皮 他覺得好像整個人都 沒有辦法把汗排出來的 那種感覺 而且更糟糕的是 老師如果叫他跑操場 可能跑到第四圈的時候 他就 就會躺下去 對 那如果是 朝會有曬太陽的時候 更糟糕 可能幾分鐘 然後別人都在流汗在滴 他完全不會滴汗 所以他就覺得說 好像自己身體不太對勁 將來就再要到醫院來做檢查 然後發現說 他全身上下 因為我們有幫他做一個 那個排汗的測試 就一個 發現全身上下 以前那小時候很會流汗的 這兩年呢 陸陸續續的 他的汗越流越少 越流越少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不會流汗很好 就不要洗衣服 甚至是 也沒什麼不好 但是剛剛有說 他只要一不流汗 他就體溫一直往上飆 散熱 所以同學笑他是 結果來做檢查的時候發現 全身上只剩下腋下 還有一點流汗的功能 但是其他地方的汗線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幫他做一個檢查 做一個切片檢查 檢查間我那個 他沒有辦法掌控 就是他是一個交感神菌 自律神菌系統去管的 所以你不能說 我現在表演流汗 他就流出來 真的沒有辦法 他沒有辦法控制 所以你說 這個小男生 他是不是很痛苦 因為他只要體溫一升高 他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一定要幫他查原因 但是我們幫他做非常多的檢查 全部的檢查都做 居然都正常 所以最後他 我們給他一個診斷叫做 也就是說其實他生下來是正常的 後天可能因為一些 免疫系統的些微異常去攻擊 但是我們有幫他做 免疫系統的一些檢查 因為他可能也還滿年輕的 所以並沒有很明顯的異常 所以我們只能跟他說 那你就盡量待在 比較涼爽的地方 然後如果太熱的地方 你真的就不要去 或者是說他可能要冷氣 這些來幫助他 那不過還好 現在科技是還滿發達的 就是說他盡量避免 然後我們用這樣子 的一個方式 不要讓他體溫過高 所以流汗對我們來講 還是相當重要的 可是你們醫學也解決不了 這個問題 其實有一些案例是 後來有給到 那可能改善他免疫的一部分 所以有的有改善 但是並不是每一個人都 可是我看我昨天也是不流汗 後來是有去做 營養師學調整 飲食 加上中醫的調 他現在會流汗 是 所以現在會流汗 就以前從來不知道流汗 是什麼滋味 對 就像豹一樣 為什麼不能跑遠 他跑的時候 他速度很快 平均加速到100公里 可是他只能跑 比如說一分鐘 一下下而已 接下來再跑一下 就爆炸了 心肺了 所以他沒有辦法散熱很快 只有靠 那個系統太吵了 再一次 剛剛 好像 對 豹加速很快 他不能排汗 他會熱死 對 所以一般人如果不能排汗 他是很悶的 我也有遇過很多是 尤其是女生 長期待冷氣房 缺少運動 他是不流汗 但是其實後天的一些條理 包括飲食運動等等 還有中醫的條理 的確他會慢慢的會 有一些汗水會出來 對 一個40歲的女性 她本身是駐唱歌手 她會來求診是因為 她這兩三個月她發現 她常常唱歌唱到一半 她突然間就燒聲 她的直覺就是她不對勁的 而且她發現她這段時間 她嘴巴都非常乾 那水分怎麼補充 還是乾 後來就趕快來診監 那診監 另外她有提到 她發現她這段時間 她的嘴巴 她的舌頭 開始會有一些刺痛著熱感 那我就請她嘴巴打開 舌頭伸出來 就像照片一樣 她舌頭上面滿滿 這是沾的麵粉嗎 是 這太嚴重了 殺滿了糖霜 對 那後來再幫她看內飾鏡 其實她的身帶上面 也有這麼一點一點的 這種白色的一些病罩 那經過抽選 然後再搭配切片之後證實 其實她是罹患的 那舌頭這個是她合併症 叫做 那修格蘭 那修格蘭式症候群 其實大家比較少聽到 但是比較常聽到 大概就是 它主要是一個自己 就是這個人了不起 可以忍到長滿才 對啊 我覺得為了生存 為了工作 都不會很痛 所以我想大家就是 尤其是歌手 他都會有一些保養的方式 膨大癌 甚至有一些特殊方式 對 它會沒辦法 代表說應該相當嚴重了 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是因為這種免疫疾病 它會 所以有些朋友 他不只是沒有口水 像眼睛 我們的淚腺 它就會被破壞 它會有肝眼症的問題 消化到 它可能沒有辦法分泌胃酸 它會有反覆胃炎的狀況 那口水在我們口腔裡面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綜合劑 它不只可以殺菌 然後另外可以達到 因為這樣子的話 它嘴巴的菌蟲 沒有辦法達到一個平衡 它唸出菌就抬頭了 就會造成這樣一個發炎 不舒服的一個現象 那這一類的病人很可憐 因為他大概中期一輩子 就要用一些特殊的一些 像真身 口水真身的一些專案藥物 專案藥 對 這是專案藥 那另外前陣子 就是新冠肺炎很流行的一個藥物 叫傀儡 也可以用來治療這些疾病 對 它只要穩定的追蹤 然後搭配醫生的這種慢性藥籤 我想大概 它的症狀都可以控制得滿好的 我這個症狀是一個40歲的這個熟女 她來門診是告訴我說 她最近發現月經量變少了 天數也變少 本來五天 現在剩下四天 三天 那本來間隔二十八天 現在剩下二十六天 我一聽我就知道說 這是荷爾蒙開始減少 她說那我更年期了嗎 我很擔心這個事情 我說還沒有 還沒有 北極 北極 還有十幾年 我說你如果真的擔心 好啦 那幫你擦荷爾蒙 擦荷爾蒙 抽血一下 那下禮拜回來看抽血 正常 我說我跟你講沒錯 就是還正常 現在要到你真的快停經 它才會異常 現在就沒事 她聽一聽 還是不想走 我說那是不是還有什麼問題 她說醫生 要親密照 不滿身 那個就這麼簡單 她就講不出來 原來她說醫生 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我跟我老公現在在一起 怎麼都不會濕這樣子 我說濕不了 我就跟他說 那不然的話 荷爾蒙正常的話 你現在是這個問題是 她說就是會太乾燥 可是她說那既然荷爾蒙正常 為什麼我還會太乾燥 我說你生完之後 生完好多年了 也不是剛產後 那更年期又還沒有到 我說那我就要懷疑你的心理問題 他說我心理很正常 我說那我問你 你老公平常大概都什麼時候 會想跟你做 是晚上嗎 他說對大概晚上10點多 11 12點 但是就是我老公還是覺得說 我好像是不是不太專心 我說那你呢 你覺得 他說坦白講我是真的 常常不太專心 但我不敢承認 我說為什麼 他說原因是這樣 我在公司是中階主管 那最近其實上層那個 最高階的主管 有一個副總其實 準備出缺了 快退休了 那有一兩個在跟他競爭 大家都知道 他還求表現 他想說 結果他們老闆有一個習慣 就是晚上 應酬完回家 大概10點多 11點多常常會發訊息 或者回他們訊息 或者是他有時候求表現也是 發給老闆 老闆會回他 有時候老闆會突然想到一件事 就指示說怎麼這麼做 那其實老闆都 一點都不能逼他們 馬上要回都不需要 你明天再回就可以了 但他為了表現 想說你看 我馬上處理 半夜也在處理 所以他都把手機不關靜音 放在旁邊 那如果燈一聲他想 老闆再傳來了 趕快就回這樣 他一邊回老闆 然後一爹老公再一次 這樣很刺激 怎麼刺激 突然刺激 如果你是跟別人老公打 那個叫做 沒有反過來 如果回老公訊息 然後老闆在你面前 那個才是 對 那個比較刺激 結果他就變成 心裡有一個壓力 他說可能是這個問題 因為他變成心裡有旁盧 造成他的那個 不專心 心有旁盧 所以後來他也承認說 他說這個是最大問題 我說我覺得應該是最大問題 他說那怎麼辦 我說怎麼辦 關靜音 你明天早起 你早上六點多起來回 老闆也很感動 說這麼早就起床對不對 你又早上班 他說這也是個方案 我說對啊 那如果別人跟你競爭的人 他先回 可是說不定後來的意見 不是先回先贏 是誰的意見比較好 比較重要吧 誰做得比較 讓他滿意比較重要吧 他說想想也對 後來他一直說 那沒有吃什麼東西 比較好嗎 我說你又想要吃什麼東西了 這問題是心裡問題 你如果一定要吃什麼東西 你比如說吃 對你這種 逐漸再減少的荷爾蒙有幫助 但是藥物的絕對不要吃 因為你還沒有到更年期 所以就這樣解決掉了 他說 後來關靜音之後 他說 果然是有改善 因為剛開始不習慣 後來久了以後 媽媽也習慣了 結果就好了 有點年輕談第一次戀愛 第一次的時候 根本不需要什麼 對不對 就是要刺激 因為老夫老姓 還是要專心 這個如果不專心 對不對 不專心 就是對象的問題 太久都同一個人 沒有刺激 專心就是尊重對方 我這邊要分享一個案例 是一個58歲的女性 她進來診間就坐下來 她說 醫生 我今天不是來看診的 我沒有病 我是心情不好 我想來找人來聊天 你們女醫生 應該比較有同理心 那我原本想說 心情不好 應該要去看隔壁的身心科 看復健科幹嘛 但是基於仁義道德 還是假裝 笑一下 那妳是什麼原因 心情不好 那她就說 我上禮拜我爸過世 前兩天我爸做頭期 我很難過 但是我想哭 我哭不出來 而且我的叔叔阿姨 嬸嬸他們都說 妳這是不孝女 居然整場法會都沒有哭 一滴眼淚都沒有掉 她覺得很難過 是被人家講 那後來我就問她 那妳有沒有 以前有沒有什麼症狀 什麼覺得不一樣的症狀 臉 眼睛有沒有什麼症狀 她說她一個月前 後來右邊的眼淚一直掉 一個禮拜後 左半邊也開始麻了 眼淚也一直掉 都掉了一個禮拜 就莫名其妙不知道 為什麼流眼淚 流了一個禮拜多 就不掉了 我就請她 把口罩拿下來 這應該不是因為心情不好 這應該要檢查一下 把口罩拿下來 她兩邊的臉的肌肉不協調 我們笑的時候有法令紋 有魚尾紋 她都沒有 眉毛也抬不起來 那可能她打太多 打太多 打太多 這很像肉毒感菌 這很像肉毒打完 但是她的這個太嚴重 她整個嘴角都往下 然後最重要的是 她兩邊眼睛沒有辦法閉合起來 睡覺 對 她睡覺也沒辦法閉 她睡覺就是有兩公里的距離 就沒有辦法閉 她一直都是髒眼睛 後來我就做一些檢查 確診是 兩側的顏面神經麻痺 她是周邊形的 合併乾眼症 而且她已經到 連角膜都潰瘍了 對 她還可以 剛開始她一開始 為什麼會流眼淚 那這個流眼淚 是因為一開始眼睛閉合不起來 我們淚液沒有辦法 整個讓眼睛所有的淚液平均 所以她就一直流眼淚 這個淚先要救急 但是救急不了久了 還是會乾眼症 那還好她來的時候 是還在黃金期 前三個月是最好的治療期 所以我就趕快開 增加循環的藥 維他命B 可以修復神經 安排復健 電療 讓它重新神經再長 那睡覺問題怎麼辦 眼睛閉不起來 那就先叫她把眼睛貼起來 用膠帶黏起來 有聽過的 這樣很危險 還是要這樣嗎 就是她起床那時候再拔起來 如果真的戴不住 你就可以用眼罩 紗布 就讓內液不要蒸發太快 所以我們這邊要提醒大家 其實顏面神經麻痺很常發生 如果都太久沒有治療 你很容易就變乾眼症 如果一有症狀 越早治療 就你的恢復會越快 如果太晚治療 可能你一輩子就會眼外嘴斜 嘴角這樣往下掉 眼睛看起來就不平均 那是病毒的感染也 對 大部分七成左右 都是病毒感染 你說像那種炮枕或皮蛇那種 那你抵抗你擦 抵抗你擦 太累了 可能天氣突然急冷 你不注意到 有時候感冒也會隱形 也會這樣 我還以為是中風才會這樣 對 我睡覺很常 眼睛閉不起來 然後又口水 這個也是算輕微那種 但是會不會好 你那是水象問題 中風就是 前面神經差異就是在眉毛 眉毛 中風的人是抬得起來 因為我們這一塊 我們是兩邊神經都可以控制 這邊中風 你看到如果顏面神經 是整半邊都不會動 眉毛是抬不起來 但是中風是抬得起來 當然如果兩側顏面神經麻痺 要考慮可能是兩側中風 但是但是太少見了 所以我們要做臉部運動 對啊 要做 因為眉毛會抬得也可以 所以瓜哥以前那個招牌臉 其實是有幫助的 對 臉部本來就要運動 對 真的 其實我之前有一個朋友 他是電腦這個繪圖工程師 所以可想而知 他要長時間要用眼 那其實近幾年 他才30歲左右 其實他近幾年就有發現說 他常常會 那其實到了晚上更嚴重 就是視力會變得很模糊 甚至會炫光 所以其實他以前晚上都會開車 他後來連開車他都不太敢開 然後因為人只要一旦 晚上看不太清楚 所以他連晚上都不太敢出門 那其實他自己知道 他自己有乾眼的一個狀況 所以其實他就會點些人工類液 他會演藥水 但是其實就沒什麼用 後來去看眼科 眼科就說 你真的有很嚴重的肝炎症 所以就開那個凝膠給他 就是擠出來是凝膠狀的 其實他的 就是維持這個眼睛濕潤的一個程度 就會更好 但是對他還是沒用 後來其實他就動了一個想要 雷射眼睛的一個念頭 主要是因為他眼睛乾到 他只要眼睛 眼睛戴上去 他就會掉下來 就太乾了 所以是完全吸不住 就是一戴上去就掉下來 或者是好不容易戴上去 就眼睛整個已經變 兔寶寶眼睛超紅 就因為雷射的之前 其實會全面的檢測 你的眼睛的狀況 其中有一關就是 那那淚液分泌其實 觀眾朋友可能有些人有做過 他就是要把下顏結剝開 然後插柿子進去 然後不會很痛 就一點點的感覺就插 然後就用下顏結 把柿子夾住 然後因為有東西 跑到眼睛裡面 所以眼睛就會開始分泌淚液 這是正常的 然後他說他跟他朋友一起去 就是諮詢 就30秒鐘的時間 然後後來把柿子一拿下來 他朋友跑超遠的那個刻度 代表眼睛分泌很多類 他是完全在遠點 所以就可想的是 他眼睛非常非常乾 所以後來他也在評估 他到底要不要做雷射 因為雷射手術其實 之後會有3到6個月 眼睛會比較乾 所以其實也要做一個評估 那其實因為剛剛李醫師講到 是一些跟免疫有關的 其實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外處都要戴口罩 所以的確眼科 增加了2到3層的乾眼的狀況 為什麼 因為其實平常我們在講話的時候 呼吸的時候 我們吐出來的氣體是往前 但是因為現在你戴口罩 所以這個氣體就會 從上面這個細縫竄出去 然後接觸到你的眼睛 就會把你眼睛表面的液體 帶走更多 所以這陣子 其實帶有2到3層的乾眼的一個 就是增加的這個力 那其實每次講到乾眼乾眼乾嘛 所以大家都覺得我要補水 拼命的點以藥水等等 但是其實我們的眼睛就像皮膚一樣 要有水平衡 你拼命補水 其實它會帶走更多的水 所以其實你要補水跟油 所以如果觀眾朋友 你本身有在吃這些保健食品 可以看看自己家裡的這個 產品裡面有沒有油這個成分 或者是如果你沒有 你也可以補充 適時的補充一些魚油 或者是一些油脂比較豐富的 像尖骨或者是深海的魚類 其實可以增加我們眼睛的這個保水度 讓我的眼睛比較濕潤 對 同樣的也是要做也不運動 對啊 對啊 然後看遠看近 訓練結狀進 你看單車的那個電車上的攝錄 還滿深邃的 對 我開完我覺得是比較乾 有一陣子會更乾 對啊 但是如果不開的話 其實你戴影前鏡 真的其實滿麻煩 如果我們都在室內攝影棚 其實也是很容易 那妳後來怎麼點眼液嗎還是 沒有 我是以前曾經戴顯鏡 戴到就是拔不下來 為什麼 就兩三天你都沒有黏住 拔不下來 然後去看醫生 後來我是把它開掉了 因為開掉之後 那你是比較乾 可是因為會少了很多睫膜炎 腳膜炎 但妳現在怎麼維持它的濕潤度 它不會永遠都很乾 就是說你開完一陣子之後 會恢復正常 需要一段時間 我這邊有一個就是 一個聯考將近成年一個女生 那天晚上來我的門診的時候 是爸爸媽媽 焦慮爸爸媽媽帶過來 然後她跟我說 我嘴巴乾豬牙 然後我心裡就想說 嘴巴乾豬牙 那我這邊是腸胃科 隔壁有牙科 隔壁還有耳鼻喉科 妳怎麼會跑來我這邊來 然後她爸媽就說 其實我們已經帶她看了很多醫生 那後來是因為有醫生說 可以建議來我這邊看看 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我就想說 那她開始要一個奇幻漂流 聽一個很長很長的故事 她就說因為她這一年開始 準備聯考的時候 因為她是在升學的學校 所以壓力很大 在這幾個月的時候 剛開始她的症狀是 整個嘴巴就是 口臭會比較臭 嘴巴會很乾 幾乎沒有辦法吞什麼東西 然後牙齒蛀牙也是非常的嚴重 然後甚至她有的時候 覺得吃東西的時候 都沒什麼味道 不過因為準備考試 所以就是很快吃完 也沒有特別在意她 但是後來她有一天 她發現她刷牙的時候 整個牙刷上面都是有血 那牙齒就是刷牙也會痛 所以她那時候 第一個反應就是說 先去看牙科好了 而且她說 我除了牙齒注意以外 我吃東西的味道 都怪怪的 覺得苦苦的 然後還有一些 金屬的一些味道 那另外又覺得 就是乾 東西很難吞進去 那牙科看一看 就說你喉嚨有點腫 你要不要就是去診所 看看是喉嚨有什麼問題 這樣這樣的現象 結果那時候去診所的時候 就開了就是 一般的簡單的自酸劑給她 結果吃了以後 症狀更嚴重 她的乾燥狀況 是更加的嚴重 所以她那時候想說 算了那就到就是 既然有人介紹的話 就在我這邊看一下這樣子 那我聽一下 其實我覺得裡面 比較關鍵的部分 除了嘴巴乾以外 就是她還有就是 味覺改變的部分 當時我是想說 有沒有可能是 胃食道尼爾的症狀 而問起來 你有沒有一些危險因子 胃食道尼爾危險因子 就是醃酒咖啡茶 甜的跟辣的 18歲的小女生 準備連烤 咖啡茶和一堆甜的辣的 全部都中 我說好吧 那就咬著咬 我們做個問題 對 做胃性格 但是胃食道尼爾 看起來是蠻明顯的 而且她的深度 是蠻深的 所以那時候就讓她吃 治療胃食道尼爾的特效藥 那吃了以後 其實她的症狀 就有明顯的改善 那為什麼她 會有這樣子的情形 主要是因為 胃食道尼爾的時候 如果她尼爾的高度 比較高 她會從尼爾到 影響到口腔的部分 所以會影響到 舌頭的味覺 那是還蠻常見的 一個現象 另外的話 因為那些胃酸 會作用跟嘴巴裡面的 一些食物的殘渣 那些作用 所以很多人是以大量的 注牙表現 不管你在怎麼刷牙 你的嘴巴裡面 一直都會有 而這些殘渣菌 跟一些食物 還有胃酸的時候 混合的時候 對牙齒就會造成 比較大量的破壞 那在牙周病嚴重的時候 整個口腔發炎 比較嚴重的時候 口腔的分泌自然 就會減少 那她就會覺得說 我嘴巴很乾 然後另外就是 吃東西味道有改變 那另外的話就是說 整個牙齒注牙很嚴重 對 所以黃醫師講的有那個高 有比較嚴重的 胃食道逆流 有的是沒有症狀 但是你已經在燒了 是 尤其晚上睡覺 你根本不在這燒 對 枕頭不能太低 就是你起來 而且睡到一半會咳嗽 我覺得 那你要確保沒有就是 少吃消夜 我們現在其實有一些 有關胃食道逆流的 特殊的檢查 包括一些食道動力 以或二次少時酸檢偵測 那一些部分的話 都可以取代胃精的 這一個部分 而且我們也愈來愈發現 就是有不少病人 他其實以胃食道逆流 的典型症狀 但是實際上 他跟胃酸沒有關 這大概佔了長期吃胃藥的 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病人 也就是說這三成的病人 他胃藥是不需要拿的 那這個部分 不單單只是單純 從胃精可以出界面診断 我們還有很多的儀器 跟病史的詢問的話 去釐清這一塊 換藥物的時候 這時候用不同藥物治療的時候 效果會比較好一點點 來 接下來看這個 忍不住懷疑 對 忍不住 忍不住是一定的 剛剛講的年輕其盛 對 不是 我都是網的天使 你是那一方面的 你一直施不了 然後最後就忍不住 對 年輕了 那醫師不是這個嗎 沒有 我想的沒有這麼那個 我比較正派一點 對 那你嚴格 這是人生的體面 身體的結構 對 我們有生理的慾望 是正常的 那有什麼東西忍不住的 忍不住的尿 尿液 尿液 對 上廁所 這個四十歲的首女 她五六年前 因為一直 一小時就要尿一次 有時候甚至不到一小時就尿一次 就跑去醫院看 醫院發現說 你一直忍不住的這個尿液 一直要這樣尿 是因為你 那大概六公分左右 那因為子宮的前方是膀胱 所以壓迫膀胱就容易頻尿 或者甚至有極少數 還尿失禁了 那有的是在後方壓迫那個直腸肛門 讓它一直便利 好像常常有 可是都解不乾淨 那害怕開刀 醫生跟她說可以考慮開刀 她就拖著拖 拖了幾年之後 最近這兩年發現說 這個 沒有頻尿了 常常都可以撐兩三個小時 她覺得說 是不是因為吃保健食品有改善 結果很意外的是 她最近去做健康檢查 發現她肌肉已經被12公分了 開玩笑 怎麼不是被 不是應該更容易尿 對 怎麼會這樣子 我說你其實這顆瘤 因為 你知道懷孕初期 會頻尿 到了四五六個月的時候 大部分頻尿都改善 因為它那個 從骨盆腔上升到腹腔 所以頻尿的症狀會減輕 你現在就是等於懷孕四五個月以後 改善的狀態 那都這樣 我說這樣人家很大以後 會再壓迫回來膀胱 到末期以後 頻尿又再嚴重一點 我說你總不會再養到三四十公分 我說那你現在12公分 應該就是該處理了 他說對 那所以說它的尿液 所以你要想到說 婦女要想到說尿液 尿液無法控制的尿液 有些 尤其是子宮肌瘤 子宮肌腺瘤 可是我從小 像一般小孩子 大概包尿布到三四歲 但是我是包到六歲多 結果 因為早期是因為我媽把我丟在保母那邊 然後她可能要 她一次可能帶四五個小孩 要好好照顧 她就一直讓我們包著尿布 我就包到六七歲 結果我不小心小學 我回我媽家的時候 我還是會 後來是有那個鄰居就跟我媽建議說 你要不要帶她去看泌尿科 結果好險我有看泌尿科 那個醫生還我一個清白 她就跟我媽說 就是我算是 她說這可以改善 但是我要用意志力去控制 譬如說我可能要 控制自己去憋尿 或者是你適當的三到四個小時 要起來排尿一次 我那時候 就三四個小時就要起來一次 結果我在那邊看了半年以後 就慢慢的不會尿床 可是後來長大以後變成說 我只要有長途的車程 影響我壞習慣就是 因為我會很容易拼尿 我沒有辦法儲存太多 我有一次就是廉價的時候 訂不到高鐵票 我要做客運我就很緊張 然後我就想說 我很聰明 因為我每次包包都會放衛生物 我就先去店一個業用的 然後店完就覺得可以上去做 結果上去做客運的時候 一上車就是先睡 結果睡覺出來 突然發現想上廁所 然後就一看完了還在苗栗 那張畫還要兩個多小時 但是我也睡不著 因為我很怕我一睡的時候 那個會無法控制 但你知道那種 有時候在那個高速公路上 有時候在顛簸的時候 那個蹬一下的時候我就 所以妳會變成這樣 對 我越坐越往下 而且那個一抖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完了 鬆掉了... 就再抖又鬆了 然後你會越坐越這樣 是因為你再坐下去 它那個像茶包一樣 坐下去會擠壓你知道 然後萬一等一下起來 那個褲子一攤被看到 我要尷尬到爆 然後我就... 就一直抖... 然後就一直冷了 好不容易冷 大概... 整趟車子的印象深刻 四個半小時 終於到彰化站了 一下車馬上就是衝去 最近的店家 要找廁所上 結果妳知道嗎 這坐在... 反而妳坐在馬桶上 已經差不多了 都沒有完了 就乾脆進去換衛生品 就回家了 那我們皮膚科 忍不住的情況也很多 我之前有一個四十幾歲 她是這個獅子座的女病人 那她非常的工作狂 但是她在外商公司工作 她職位也還不錯 那每個禮拜的這個禮拜一 要開會的時候 就是總是要討論一下 績效 目標這些 然後就開始罵人了 然後身為主管就是要盯人 要罵... 罵...罵到一半的時候 她突然就覺得 其實她身上 就開始有那種 突然很癢的感覺 然後那個 循麻疹就開始 一塊... 開始要發作 甚至要往脖子這邊 她罵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覺得 整個要... 很想要抓 她說好 今天就到這邊 然後他們下面還想說 不是才剛開始嗎 她趕快跑到廁所去 趕快去抓 妳都知道不能抓 可是那手好像不是妳的 就會一直抓 有的病人坐下來 看醫生的時候 醫生我真的很癢 然後手還是一直抓去抓 那妳想想她剛剛還在罵人 如果她在那邊抓的話 那氣勢就沒了 他可以這樣 氣到我發癢 氣死了 這都好像不錯 氣到我快就抓狂了這樣子 所以後來來我診所看的時候 我就跟她說 我覺得這主要的因素 其實循麻疹有很多的原因 很多人都想說 我要抽血找原因 不一定找得出來 可是還蠻明顯的就是說 她每次只要工作壓力一大 作息不正常的時候 就會發作得特別嚴重 所以我是建議她說 妳這樣子很辛苦 妳想要抓又不能抓 然後又要罵人又很忙 要跑到廁所裡去框抓 妳要不要考慮 請假休息 把妳的年假用一用 反正妳今年這個 反正也沒什麼地方可以去 乾脆把她休假在家都好 那她就聽我的建議就是說 先休假在家一段時間 然後我們給她一個 比較規律的抗主治安來控制 那就比較 病情就比較慢慢的控制下來 其實後來我們在藥物方面的話 其實用量也並沒有特別的多 就蠻穩定的 就比較不會說 我要罵人 然後可能就要像那樣子 皮膚癢的問題我也是有 可是我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忍不住的東西是 很害羞的是 我非常會放屁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也沒有特別去看醫生 可是我後來有想到 是因為我非常愛喝豆漿 我曾經在錄影玩 跟三四個妹妹 就可能你們三四個 然後坐到一部電梯一進去 就放了超響的屁 然後大家都很尷尬 你為什麼也不忍一下 對啊 我覺得可能年紀大了 我很多東西也忍不住 然後也不在座了吧 然後做自己 對 做自己 到處裡有時候放屁 是拉近人與人距離的一種方式 因為我已經身為宇文姐 是前輩了嘛 對 然後大家可能有些新進來的 演藝圈的那個新人 會比較害怕 會覺得得高望重或什麼 你看我也有這一天 他不然跟我聊天 我一放屁 大家現場開始笑 氣氛就融洽了 我就說不好意思 宇文姐姐 忍不住 來 然後我也好幾次 因為放屁 解救了我的人生尷尬的狀況 比如說我脾氣不好 跟男朋友要吵架的時候 因為一生氣也會想要放屁 一放屁 大家就開始笑 架就吵不下去了 感情反而增溫 你真的很用心 但是你有沒有過放屁 不小心也出來一點附屬品 那是小朋友 我小女兒跟朋友一樣 我都說那叫水屁 你知道就小朋友有時候放屁的時候 就會補一點那個 嗡嗡出來 然後更有水的聲音 那我還在想說 我小女兒真的體質跟我一樣 結果她常在學校有時候 搞笑的時候 就是比如老師一罵她 她一緊張放一個水屁 老師也開始笑 老師都好喜歡她 所以我就覺得 有時候你看起來不好的地方 其實搞不好是有一點點效果在 對不對 我們都訓練有數 像我們跟欣梅處理說 我只要一放屁 她馬上舉手 不好意思 對不起 有這樣的徒弟真好 但她如果跟助理的話 就是助理要舉手 對 咱咪童 一定有排練好了 50歲的男性來就證 她主述是她這段時間 反覆地流鼻血 實在是很困擾 她本身是公司的主管 可是因為提到業績 她實在是氣到不行 因為業績一直沒有辦法上來 所以她奇怪 她在罵她的員工的時候 罵著罵著突然間 就好像有鼻水要滴下來 然後她就先做倒吸的動作 吸了幾次之後 發現她忍不住了 她滴下來其實還是血 她就趕快用衛生紙 然後轉到旁邊去 把她都塞滿 她這樣幾次之後 還可以止住 可是過了幾次之後 她發現她這一招已經沒效了 忍不住 那個血馬上就滴下來 所以就只好趕快來就診 就診的時候 趕快用內視鏡幫她檢查 發現裡面有一些潰瘍 重點是 它裡面的血管 一堆血管 然後就跟她建議 如果像這樣子血管那麼粗 那一定會再反覆地破皮 尤其是你在罵人的時候一生氣 她可能一亢奮 血管就爆掉 那建議她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到開刀房 用雷射把一些比較大的血管 把它稍微燒一燒 讓它縮小 然後再搭配一些藥物控制一下 然後就說 就先不要劇烈運動 活血區域的先不要吃 後來她就很尷尬地問了 那 因為她有在爬山 OK 謝謝你幫她解脫 她有提到 因為她已經年紀一大飽 她前生子剛離婚 她最近又剛好找到一個 還不錯的對象 小母朋友 現在剛好是她蜜月期 可是已經50來歲了 對 50來歲了她的身體狀況 大不如前 因為她不像瓜哥那麼省油 也要好好表現 所以她說難怪 她吃完 自從吃完威爾鋼之後的兩三天之後 她就開始每天都有這樣出血的狀況 我就告訴她 其實就是這威爾鋼造成也這樣的一個困擾 其實威爾鋼它不只在下半身 可以讓我們的血管達到 沖水的狀況 我們鼻填膜其實就跟下半身一樣 很多病人 她因為她吃了威爾鋼之後 她反而增加她鼻塞這樣的一個症狀 那除了鼻塞以外 有部分朋友她會因為她血管擴張 然後馬上就可能一生氣 然後馬上就爆掉 那原則上你吃了這個藥之後 你大概要停一個禮拜以上 這個症狀才慢慢不見 那會電影拍那種男生看到什麼 就流鼻血原來是 對 陳思妍那樣的症狀 血管擴張 不是 重點是她說要一個禮拜 你這樣滑得來嗎 硬一天要流鼻血一個禮拜 不是 她如果第二天不吃 她功效會好嗎 你這樣是後遺症嗎 不過我現在把她血管燒掉了 我想她應該可以從症狀公開 我可以燒 血管還可以燒掉 不是 這邊的血管是鼻血 是鼻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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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鼻血的血管 OK 所以這也告訴大家 事實會兒剛剛出現 你看看有一個禮拜時間 不能發脾氣 或者今天做完 明天看股票暴跌你 是嗎 一邊看股票 鼻血一直流 很開心 來 這最多人了 睡不好 我分享這個案例是一個50歲 將近50歲的女性 她這個上班族她 她因為 輕度的病變 那來門診追蹤 她說醫生可以幫我開個篩劑嗎 我說什麼問題 她說我有那個 我一聽就是大概黴菌感染 我看你的樣子應該就穿不少 因為剛才病沒有內診 因為只有解釋病情 我說現在這麼冷 我說你穿多少那個 我說你穿長褲 裡面說我穿很厚的毛襪 我說對 這個是封得很緊 我說你上班對不對 是不是整天坐在皮椅上面 他說也對 盯著電腦做事情 我說接下來你睡得好嗎 他說你問對了 我不行 更年起到了 這個晚上 睡得早 但是很快就醒來 那有時候就 三四點就坐到天亮了 我說睡不好 抵抗力會下降 那黴菌感染是來自於 抵抗力下降 跟潮溼的環境 這兩個因素造成黴菌感染 那它是一個叫 那所以你要改善的方法只有一個 只有 就是做好這個潮溼環境要改善 我說你看是不是在家裡 回家的時候盡量 比方說穿個長裙 裡面內褲也可以不用穿 吹乾一點這樣子 我說盡量把它保持乾燥 那家裡總是比較溫暖的 接下來就是說 就不會那麼冷 所以你需要穿那麼多層 那接下來就是說 你必須辦公室那種皮椅 你必須藏起來 不然看有沒有辦法換那種 下面有透氣的 一條一條的那種 對 這樣改善 再來就是你的睡眠要改善 睡眠 你看你是要 用各種方法 你可以去睡眠中心去做檢測 如果你覺得純粹是跟人一起的問題 你當然在考慮要不要使用荷爾蒙 這都可以在研究的 但是你一定要了解說 這個問題跟你的失眠 睡不好絕對有關 因為很多人以為 失眠是睡不著 就叫失眠 容易睡著 容易醒來 那個也還是失眠 失眠種類有很多 所以它這個 才是屬於失眠的一種 所以它這種情形 也造成它的抵抗力下降 造成它的美菌感染 那很多問題會造成睡不好 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因為他每天都從床上掉下來 所以睡不好 那一個58歲的男性 他進來悶著他 被他太太帶進來 那太太就先搶答說 我老公這一個多禮拜 每天睡到半夜 他都會從他右邊的床摔下來 那他老公就接著講 我覺得我最近很奇怪 我的左手好像不是我的 好像被人家控制 我的右手只要拿什麼東西 我左手就一定會去搶 而且一定要搶到 這是鬼故事吧 這不是在7月份發生的嗎 也不能洗澡 都靠他老婆 然後還有他只要出門 他左手還會亂摸別人 好幾次被打死 這是借口 這是借口 那他其實他常常 每天都會夢到 他的左手要去追殺右手 拿那個電鋸 電鑽 甚至拿筆就會去刺右手 右手就要一直逃 所以他夢到這個 就突然是醒了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 他的左右手 的確是不同中樞來控制 所以我就先幫他做一些 神經反射檢查 拿那個我們扣枕槌 去敲他的神經 去敲他的肌鍵 看神經反射 他發現左右兩邊 右邊正常 左手左腳都反射過牆 反射過牆的意思 代表我們的中樞神經 大腦或脊髓有問題 那他是控制的問題 做了一個核磁共振 他的右邊的前大腦動脈 正常右腦有自己的想法 左腦有自己的意識 那我們要連接 要靠某一些區域 來做統合 那我們做出一定的動作 不是說我右邊就右邊 左邊就左邊 所以他這個症狀 就叫做 右手你不是我們家的 你給我滾 你給我滾 我要把你砍死了 我要把你打走 所以他半夜 其實都是因為他 不自主的左手會去拉右手 一直拉一直拉 把他推出去 所以就從右邊摔下來 所以我們就依照中風的處置 給他開抗凝血劑 然後去追查他為什麼原因中風 然後接下來就是 這個行為問題 行為問題要靠附件裡面 有一個叫 它會改善我們的認知跟行為 大概幾個月 復健幾個月之後 慢慢就改善了 所以其實中風有 不只是我們半邊 手腳沒力 或者是臉歪嘴斜 流口水以外 還有一些症狀像是 除了剛剛那個外星人手以外 如果你原本 有些人的個性改變 但是他手沒有沒力 他原本是脾氣很好 突然就 突然就一直罵人 或者是妄想別人要殺害他 或者是他原本會跳舞的 後來走路不穩 根本沒辦法跳起來 後來是本來不會跳舞 突然病不會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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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 本來不會跳 突然會跳一下 通常不會這樣 對啊 還有人是因為頭暈 他手腳都好好的 就是一直覺得頭暈 不知道什麼原因 這些可能都是一些 非典型的中風 其實睡不好 真的毛病會很多 那我自己是從小 就是屬於比較 敏感 然後想很多的人 其實我覺得睡不好 有一半是先天 有一半是後天 那我小時候就很容易做夢 我剛才做夢打到旁邊 我的妹妹 我的家人 我的另一半是常常有的事情 然後長大以後 當然我覺得工作的壓力 然後比如帶小孩的壓力 還有一個就是荷爾蒙的問題 我覺得女孩子 真的特別容易 因為荷爾蒙不平衡 容易睡不好 那我有時候早上 其實送小孩子去上課 或是有時候 我們一早早場錄影的時候 我會晃生晃生的 然後我就會開始用吃 來解決我的壓力 所以它就是日復一日的循環 因為吃會變胖 吃會水腫 然後你晚上吃東西 然後你吃飽了 你覺得吃得飽飽的睡 可是其實對腸胃的負擔也 睡眠品質也不好 對 很大對不對 然後那你又睡不好 然後第二天精神又不好 氣色不好 所以孩子惡性循環 我是真的受不了 後來有一次早上 送那個小朋友上學的時候 聽到別的媽媽在討論 現在在媽媽界 太太界 很常在吃這種 晚上吃的蜂王乳 它除了是蜂王乳之外 它其實裡面還有 200種的蔬果酵素 所以它可以幫助我們新陳代謝 就除了美容之外 除了體力變好 然後精神變好 睡得好 它還有美容的效果 那我剛剛為什麼說 它很適合就是在睡前吃 是因為它裡面是有 可以穩定我們的情緒 然後又有 然後Gaba就是大家有聽過 就是可以放鬆身心 讓我們比較好睡 然後前一陣子有一個很紅的 就是芝麻素 這些對女神都很好 對 然後我剛剛還說 它就是除了這些東西 是幫助我們好睡之外 它裡面還有很多的 還有蜂王乳 那女孩子就很容易 因為這個荷爾蒙失調 或荷爾蒙不平衡 然後就會影響我們的情緒 有一部分睡不好 其實是因為這個關係 可是蜂王乳就是女王吃的 所以你吃了之後 你整個人的長期下來 你的調理的狀態就會變比較好 所以我現在就會覺得 睡覺的時候會睡得比較穩 比較長 比較久 然後起來的時候精神也比較飽滿 那我晚上睡前 就不需要吃很多宵夜 就飽飽的躺在那邊睡覺 然後第二天起來又便秘 然後它裡面有酵素 可是就不會讓我便秘 然後我也不需要用吃去解決問題 然後大家可能看到我最近都會覺得 我氣色變好 精神變好 我覺得這個蜂王乳 幫助我真的是蠻多蠻大的 如果你的代謝力不好 精神不佳 其實都可以吃 因為我覺得睡是一切的根本 那你睡得好 第二天你飲食就會正常 你精神好 工作表現好 就是一連串的都會 朝好的方向去進去 是 而且它不是要 要不然你惡性循環 對 就像宇文姐講 其實現代人台灣其實睡眠不足 或睡眠障礙 甚至失眠的比例真的非常高 那我們知道其實長時間睡不好 一定會影響到隔天的精神 比較疲惫 甚至氣色 而且其實本身可能專注力 或工作效率也會打折 更可怕的是 其實睡不好跟我們的肥胖 體重上升也有直接的關係 因為當我們長時間睡不好的時候 其實我們身體的荷爾蒙 包括受體素 肌肉素的代謝 就會出現問題 而這兩個荷爾蒙 在我們身體扮演什麼角色呢 受體素是幫助我們提升代謝 抑制食慾 飢餓素就是讓我們促進食慾 所以如果當你長時間睡不好的時候 其實我們身體的受體素 分泌量不足 你可能就沒辦法去控制我們的嘴巴 而當飢餓素大量的分泌的時候 我們就會大吃大喝 暴飲暴食 長時間下來可能就會導致 熱量攝取過多 而引起肥胖 所以其實當然 睡眠不好的一個狀況下 我們就可以透過一些營養素 一些成分來幫助我們入睡 像剛剛宇文杰提到的這個色胺酸 其實它本身就可以幫助我們 心情比較愉悅 容易入睡 像是在一些高蛋白質的食物 像是 高蛋白質食物裡面含量都很豐富 而至於Gaba呢 其實它是幫助我們穩定情緒 像很多人白天可能很 工作壓力很大 或者是時間很長 其實壓力很大的一個情況下 沒有辦法讓我們在睡眠的狀況下 徹底放鬆 那其實Gaba本身就是穩定我們的情緒 穩定我們的一個狀況 而至於說一般來說 像是在 所以其實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成分 來幫助我們增加 改善我們的睡眠品質 其實之前有一個櫃姐 保護公司的櫃姐 她就來門診找我要做減重 為什麼呢 因為她 那為什麼 因為她本身其實 就是一個很有潔癖的人 像之前還沒有疫情的時候 其實她在接待客人的時候 在保護公司如果有顧客要買東西 她就會全身戴口罩 然後結束之後 她就會用酒精噴手 她就本身比較有欺品 強迫症 對 那至於後來疫情爆發之後 她更緊繃 更緊張 除了睡覺以外 所有的時間 她幾乎都戴著口罩 而且只要今天 在工作的過程中 有接觸到這種 可能是觀光客 可能現在沒有觀光客 可是可能不是 聽起來就不像台灣人這種口音 她就晚上睡覺的時候 她就開始小劇場很多 她跟我講話中間 好像有咳個兩聲 她會不會因此的目標 反正她自己就很多小劇場 就導致她睡得很不好 甚至會做夢 那有時候她乾脆就不睡 那她不睡 不是沒事 她就把手機拿起來 開始外送平台 24小時 尤其前陣子天氣很冷 她就會叫什麼麻辣燙 或者是什麼牛肉麵 這種湯湯水水 想說我睡不好 那我就來吃一點熱的東西 就導致她不到一個月 胖了6公斤 那我就跟她講說 其實妳最主要的根本就是睡眠 妳就要睡得好 自然而然就可以避免吃宵夜 而且可以讓你代謝提升 如果你本身有些睡眠狀況的話 而且有體重問題的話 其實就可以利用一些促進代謝的 一些營養素來幫助我們增加代謝 避免這個體重失控的一些狀況 真的 談那麼多人生有許多 我們無法掌握的這個狀況 也許在尷尬的情況之下 但也要思考是不是跟疾病有關 你真的要好好思考 而且要正面領疾 而不是去躲避它 有問題還是請教專業的醫師 謝謝大家 謝謝